公司与北京电信部门的通信设备合作谈判也有了成果 它将在北京安装7500门承控电话 在此之前 中国所有电话都是陈旧的拨号式的 这个合同价值700万港币 跟Nike一样 它当时被翻译成技术色彩很浓的一力讯公司 直到后来它开始销售手机时才改成更有亲和力的 爱立信 当时中国的电话普及率只有0 43% 全国10亿人口仅200万部电话 也就是说没500人有一部电话 而北京和上海就集中了40万部 另外 全国只有12座城市能够打国际长途电话 4月访问香港的公司董事长欧廷申对记者说 每当我一想到这些数字就会激动的睡不着觉 当然 并不是一切合作都会像童话那样的美妙 在商业活动中 文化和观念上的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歇过 法国雷米马丹公司在天津成立了中外合资的王朝葡萄酒厂 法方经理对前来访问的华盛顿邮报记者抱怨说 我们不得不告诉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 请不要在酒厂里随地吐痰 而中方则觉得法国人实在太挑剔 他们不习惯在中国工作 一停电就大发脾气 在项目谈判之初 法方承诺大量收购当地葡萄 然而当农民喜滋滋地把葡萄挑到场门口的时候 有一半以上遭到了拒绝 愤怒的农民把葡萄全部倒在酒厂门口 酒厂的中方合作者当然也十分不满 如果葡萄含糖量不到18% 他们就不买 我们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 最后解决的办法是 法国人公布了收购的标准和条件 并大幅提高合格葡萄的收购价格 除了投资与合作 日后将预演预烈的贸易摩擦已经出入端倪 到年底 中国的纺制品出口增幅迅猛 在北美、日本市场 中国大陆货已经超过了之前一直领先的台湾货 在当年的出口贸易中 纺制品占到出口总值的32% 中美开始就纺制品贸易展开拉锯战式的谈判 同时 对于其他商品的制裁也开始了 11月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 中国的蘑菇罐头损害了美国的蘑菇叶 这是从公开媒体上看到的第一例针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案 11月24日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在日内瓦召开 在这次常规性年会上 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中国外经贸部派了一个司长前来观摩 法新社当即敏感地意识到 中国试图成为这个国际贸易组织的一员 他此次前来的目的显然是想了解加入该组织的程序问题 官贸总协定组织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 是布雷顿森林协定中的一部分 他与同时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被认为是全球最重要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 中国要加入该组织将获得最惠国的待遇 但首先必须承诺开放国内市场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 能否集合时加入该组织 成为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大家庭的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1982年 物质生活的改善似乎超出了人们原先那点卑微的奢望 城市商场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家用电器 三年前才开始在中国制造的洗衣机到年底已经达到200万台的产量 电视机总量达到1000万台 电冰箱的需求量也成井喷噬的成长 在几年前新婚家庭的三大件是自行车 缝纫机 手表 而现在已经变成了新三大件电视机 洗衣机和电冰箱 对家电的需求直接引爆了其后长达十多年的中国家电热 由于这些产品的技术要求并不高 使得那些先觉醒起来的企业 包括国营公司中的弱小者及民营企业 寻找到了发展的缝隙 一些日后将风光一时的家电公司都将在这两年内一一登台亮相 不过在这一年 中国最紧俏而奇异的商品 环不是松下电视 东芝冰箱或可口可乐 而是吉林省长春市的君子兰 已经无法考据 这种造型高挑 气味淡雅的观赏植物为什么会一夜之间身价百倍 而这股疯狂的君子兰风味 为什么又会发生在向来商品一时淡薄的东三省 长春人向来有栽种君子兰的风俗 但从来没有人把它看得很金贵 疯狂是从街巷中的小道消息先开始的 在此前的一年 一些有人靠君子兰发财了的传闻 已经隐约弥漫在长春的大街小巷 据说一个商贩养的君子兰被什么外商看重 出价一万美元买走 据说一位港商要用一辆 世界上公认的超豪华高级皇冠叫车来换一盆名叫 奉官的君子兰结果被主人郭凤怡 一家花卉公司的经理给当场拒绝了 据说一个老头养了几株珍贵的君子兰品种 死活不让人看 但是某夜被人偷走 结果气得立马断气 据说有个人从沈阳长途开车来到长春偷花 得手后连夜返回 最后在仓皇逃窜中车翻人王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翻新 在制造 在发酵 每一个都有名有姓 有鼻子有眼 与此同时 长春当地的媒体也推波助澜 连篇累读的发表文章说君子兰好 品格高雅 花中君子 放在家里能够清新家中的空气 养人容颜 友谊健康 等等 就这样 原本几元钱一盆的花卉一日一日的扶摇直上 几百元 几千元 上万元 而当时 一般工人的工资仅三四十元左右 如果养出一盆君子兰 导手卖出成百上千元 无疑是发了大财 于是 在炒卖预期的推动下 君子兰疯了 到1982年 满城风魔君子兰 这株秀气小巧的植物成为长春人生活的唯一主题 它的价格一涨再涨 导手赚钱者大有人在 年初 市面上出现了五万元一盆的君子兰 很快 十万元的也出现了 到九月 在城里最热闹的红旗街花市上 最贵的一盆 叫价净达15万元 这几乎是所有长春人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的金钱数字 就这样 一种除了观赏别无他用的植物在开放之初的东北无比诡异的诱发了一场经济泡沫 这个泡沫还将持续两年 1983年 长春市政府做出了有关君子兰交易的若干规定 为一种花草的买卖专门以政府名义做出规定 居国这是第一例 规定要求 卖花要现价 一株成林君子兰不得超过500元 小苗不得超过5元 同时还规定 除了按交易额征收8%的营业税之外 一次交易额超过5000元以上的 税率要加成超过万元以上的还要加倍 这份规定不但没有起到抑制作用 反倒像是往烈火中交了一盆油 君子兰价格在被催涨 1984年10月 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决议 把君子兰定为是花号召全体市民 家家户户养君子兰 至少要栽三株到五株 不种君子兰 溃为长春人 至此 疯狂到达顶峰阙也迅速转入疲态 由于投机过于剧烈 引发种种社会动荡 尤其可怕的是 很多企业单位动用公款投资君子兰 成为疯狂背后最强劲的动力 终于在下一年的6月1日 长春市政府迫于各方压力 发布了关于君子兰市场馆里的补充规定 明文规定 机关 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买君子兰 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 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 对于屡教不改的要给予纪律处分 直至开除公职和党籍 此规定一出 君子兰风戛然而止 花架一落千丈 在吴波兰 只留下一的捧着花盆的市民欲哭无泪 长春君子兰事件在当年并非孤立 1982年前后 将这一代也曾爆发过 五真松一种观赏行松树盆景的炒麦事件 其风魔状况也毫不逊色 这些现象 扑似17世纪和兰发生的欲金箱事件 它可以被看作贫穷日久的底层民众 对财富可求的一次妖魔式释放 潘多拉的盒子真的被打开了 客观地说 1982年宏观经济的紧缩 并没有造成一时形态上的全面回流 它所表现出的种种粗暴是一个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和思路解决经济波动问题的政府 在面对新环境时缺乏市场经济管理能力的体现 在中央决策层 改革依然是主流的力量 一些重大的变革在继续推进中 这一年的一月 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的立主下 国务院宣布精简机构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该机构规模最大的一次缩减 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好评 用日本东京新闻的评论说 官越大 减得越多 其中 副总理减少了八成 部长级减少了七成 司局级减少了五成 其余减少了三分之一 部委从52个减少到41个 外电乐观地认为 国务院做出了一个新典范 如果全国各省市起而放销 中国的机构臃肿之政将可以治好一半 在3月8日 国务院宣布增加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这个机构成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探索者 它的权力将日渐增大 一度握有股票上市等审批权 直到1998年3月被撤销前 它一直是最显赫和位高权重的经济主管机构 9月 中国共产党第12次代表大会开幕 会上最重要的政治议题是 确定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战略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式上致辞 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基本结论 换句话说是 中国以下决心放弃高度集中的 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开始以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 与这一战略相关的是 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 明确提出了经济发展的目标 到本世纪末 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 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的那个浪漫蓝图相比 这个目标明显要务实和可执行得多 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激励着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 他让全民看到了一个依稀可见的希望 日后发展的事实是 到1995年 全国GDP提前五年比1980年翻了两番 这一年的秋天 一个较粮勃强的青年从香港又前回到了老家 广东省中山县的小懒镇 两年前的一个深夜 18岁的他和三个好朋友从中山小林农场的八一大滴月入冰冷的海水 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了对岸的澳门 这两年里 他在香港和澳门四处打工 先在码头扛大包的牛仔裤 后在家具工厂描摹山水花鸟和古代侍女 他住在满市偷渡客 娼妓和毒贩的工棚里 整日提心吊胆 听家乡来的人说 现在国内做生意机会多起来了 于是 他把辛苦攒下的三万港币绑在腰上 又悄悄回到了小懒镇 没有一家国营单位愿意接受他 原来工作过的工厂一度同意接纳他 但条件是要他在全厂之工面前毁过自新 并要挂上叛国投敌的牌子 念自己的检讨书 梁伯强有点失望了 他只好选择去菜市场当菜贩子 那时候 有小光作词 诗光难作曲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非常流行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吹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一片东麦 一片高粱 十里和堂 十里果香 梁伯强每天就哼着这首欢快的歌曲 在焦急地等待自己的机遇 不久后 他将用扛大包和苗家具攒下的三万元钱 办起自己的工厂 这在三年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二十年后他成为中国的指甲前大王产品 占据全国百分之六十的份额 在当时的中山小岚 乃至中国沿海各地 到处游荡着梁伯强 他们是中国田野上无数多渴望之父的漫漫野花 尽管受到遏制 体制外力量还在上升的通道力 到1982年年底 全国工商户已达101万家 与1979年底的十万户相比 整整增长了十倍 春天真的已经到了 尽管没有歌曲李昌的那么浪漫 企业史人物大王如意 历史中的人物 大体可以分为两位 一类是大人物 一类是小人物 大人物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小人物体现了历史的真实 温州八大王当然该归入小人物 他们被举国通缉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资产超过五十万元 在事件之后 他们也大多平凡无奇 重回云云众生 原本以为要被杀头的胡金林 心惊胆战的尽劳 又懵懵懂懂的被放了出来 获得自由身不久 他就筹划办一个炸钢厂 温州没有炸钢厂 乐青更没有 现在基本建设急需钢材 我要办一个炸钢厂 说这段话的时候 他早已忘记了三年前 他正是因为与国营企业 争夺原材料才遭到打击的 商人从来是经济动物 要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商业机会 从手指缝中溜走而无动于衷 似乎比杀他们的头还难 那个只有四五亩地的私人炸钢厂办到1988年就难以为继 胡金林远走上海 深圳做生意 最远的地方到过新疆的柴达木盆地 他说 报纸上说 西部开发是21世纪的曙光 我马上想到可以去撞撞运气 在撞了一鼻子挥回来后 胡金林重拾就业 开始生产和经销 交流接触器 这时候柳氏的低压电器已赫然成事 胡金林在这里早已算不上什么大王了 线圈大王郑祥青当年被抓进去就有点黑色幽默 某日 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车过柳氏 看见一幢三层楼高的小白楼颇为醒目 组员们就在车上议论 这户人家不搞资本主义 能有钱盖这样的楼吗 第二天 楼主郑祥青就成了重点清查对象 工作组抄家时在院子里发现一大堆废弃的电机线圈 他就被指控为生产伪劣线圈谋取暴力 线圈大王的名号由此签订 郑祥青被关押半年后放回 将近七八年不敢出门做任何生意 后来他迷上了刚刚实行起来的电脑 在柳氏镇上开过一个小小的电脑培训班 唯一没有被逮住的罗斯大王刘大元岛一直在做罗斯生意 他开在镇上最热闹的前世街的大元罗斯店 在很多年后成了记者前来拍照的改革样板 他最自豪的事情是八十年代 我店里的罗斯可是最全的 那时上海标准件公司都才只有两万多种 我有四万多种呢 后来国营的上海标准件公司真的被刘大元们冲垮了 目录大王叶建华原本是各拍照各体户 某日胡金林找到他 请他给自己的电机产品拍一个产品目录 夜受此启发便专门给柳氏镇上的企业拍目录 他很有点推销头脑 在目录册上他都会标上产品的名称和基本数据 环分别标明了国家价和柳氏价 那些对电器一窍不通的经销员跑到各地 一拿出这个目录册就一目了然了 他做这个生意 竟名列八大王之一而被判刑关了一年半 出狱后 叶建华再不敢干这生意 于是开照相馆 开广告公司 开汽车修理厂 目录大王中成前陈就是 年纪最清却坐牢时间最长的是矿灯大王成不清 他被公审判刑后 举家在柳氏已无法立足 其父母兄妹被迫流离他乡 成不清出狱后 便去了上海做生意 后不知所终 合同大王李方平跟城的遭遇很相近 他被关了四个月后放回 从此远走上海 后来侨居加拿大 就获大王王麦迁 在1995年并死于肝癌 十年五十岁 八大王中日后稍有成就的是 电器大王正元忠 他被全国通缉后亡命天涯 在1983年9月终于被公安捕获 第二年的三月无罪释放 出狱后 他重操就业 搬了一家开关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不获之年的正元忠又到温州大学 读国际贸易专业 成了温州大学年纪最大的学生 毕业后 他突然转做服装行业 创办庄及服装有限公司 并请动香港明星旅两尾座品牌代言 这家公司后来成为温州服饰业 中教程规模的一家 日后评选温州改革风云人物证 元忠变总是以八大王的代表而名列其中 八大王事件在1982年前后举国之名 臭不可闻 一度压得温州民营企业抬不起头 1984年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元方列深感 八大王案不翻 温州经济搞活无望 他组织联合调查组 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 得出结论是 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 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 沧海横流 历史从来浩荡向前 八大王身份渺小 命运如已 举重若轻的符合中央精神六个字 似乎已算是还了他们一个公道 小姐的符合中央精神 我一切都要不想要 小姐的符合中央精神